感覺很像什麼高蛋白室喝大會 是一個非常空間感的味道 吃好喝的 不行耶 可以可以可以 嗨大家好 我是牛 為什麼我今天穿著就是一身運動的樣子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我在雙11的時候 今天都已經幾號了 今天已經12月6號了 我在雙11的時候買了非常多高蛋白 然後一直到今天我才收到 都快要雙12了 我等了快一個月 然後它因為就是貨品太多 所以它還幫我分兩批劑 所以你看我身後有兩箱 這個是今天寄到的 因為終於來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開箱 有關於高蛋白的所有產品 然後我在買Protein這個牌子上 我超喜歡這個牌子的 因為它裡面高蛋白很好喝 我已經喝一整年了 然後我是每一天都會喝的 因為這個牌子是我看過口味最多 品項最多的高蛋白 人家不是都說身材啊 三分考練七分考吃 所以吃很重要 但是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需要經常攝取 然後吃三天五天就很膩 那接下來的日子就會非常痛苦 所以就變成說我每一天 在喝高蛋白的時候 因為有這麼多口味 讓我覺得 啊!世界突然的美好 雖然說我還是有踩過很雷很雷的口味 哇!打開那一刹那 喝第一杯就覺得 完蛋了 這個月完蛋了 很痛苦很難喝 其實高蛋白這種東西呢 在你營養均衡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不用攝取的 但是因為我懶得煮懶得吃 對我來說 喝高蛋白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再加上 其實吃蛋白質是非常昂貴的 比如說你要吃肉 不論是吃魚吃牛 或者是攝取一些好的蛋白質 其實它的花費都非常昂貴 所以我每天喝高蛋白的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方便 第二就是因為便宜 所以就是咬一咬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喝 我不需要煮飯 我不需要洗菜 我又不用洗鍋子 所以對我來說就很方便 而且我是一個非常討厭西門的人 好的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 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首先是第一箱 第一箱基本上 我已經開過了 因為 兩箱是不同時間寄來的 寄來的時候 我已經忍不住已經拆開了 而且 我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有買雞酸 我已經迫不及待 先想要把它立刻拆開 先經過補充 填充期 然後趕快進入那個 讓我的訓練能夠更加順利 所以 基本上我已經拆開了 但我還是要 一一介紹一下 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雙十一基本上是 就是買Botin這個牌子 一年當中 最優惠的時候 它除了有很多很多的加價購 然後還有買額贈 然後還有最低折扣 我覺得 就一年買這一次嘛 然後我算一算 居然買了 大概 我可以喝八個月吧 就是如果認真喝 我還要喝八個月 然後偶爾不小心忘記喝 可能就要喝到九個月去 然後再買 買超多 第一箱中心 我買的是香草口味的 其實我已經喝過十幾種口味了 最基本的口味 大家常聽到的就是 香草 巧克力 草莓原味 大部分的牌子 每一個牌子都有這四種口味 但是我沒有喝過 買Botin的基本口味 因為它口味實在太多了 你看到其他口味 你都會忍不住想要先選 所以這是第一包 這是香草 再來 第二包是 蜂糖口味 放過麵好了 讓它整個這個口味 全部消失 再來這一包是 Brown Sugar Milk Tea 這個是黑糖奶茶口味 黑糖奶茶它是送的 是因為買額正 買五千塊 所以它直接送了一千 一公斤的高蛋白粉 所以 它也是給的很有誠意耶 直接送一公斤耶 我是第一次在官方五蛋上買 然後我平常都是在蝦皮上 買分裝包 或者是買集齊品 算下來 一公斤就要 六百六十塊錢 所以 它是直接送的 直接送六百六十塊錢耶 我覺得它真的超有誠意的這一次 好 這一包是什麼 巧克力口味 然後接下來 這個 這個就是激酸 激酸 激酸 舊素 剛剛是不是說舊素 這是液水激酸 它是激酸粉 然後我買的是藍莓口味 因為我已經拆開過了 所以就是 它已經被我剪開了 然後我已經經過了七天的填充幾度 我真的要很推薦它一下耶 激酸它跟水的熬合能力很強 所以它會讓水分滯留在肌肉裡面比較多 所以就是喝了之後 它雖然可以增加你的爆發力 可是你的體重也會直接上升 我覺得喝完一個禮拜的激酸之後 我的體重上升兩公斤 然後去量英巴黎的時候 我的身體腫水量算起來真的就是多兩公斤 但是整個身形看起來就是 它的肌肉 以前都沒這麼大 這是開外掛 作弊耶 我覺得很推薦 就是有在健身的人可以攝取 必須要大推薦它一下 而且它是藍莓口味的非常好喝 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真的是太藍了 我覺得它的就是 食用色素有點加太多 這看起來那個顏色藍得有點可怕 好 下一樣東西 這個是 Omega 369 因為我平常本來就有在補充魚油 然後我剛好快要吃完了 所以我就也有 這一次也有夾購 Omega 369 就是人體的必須脂肪酸 然後這個也是夾購的 這個是CLA 就是Omega 6 也是人體必須胺脂肪酸 所以它可以增加肌肉的合成 這個是高蛋白點心 迷你酥脆棒 它這個加購的很像 要知道 加購的口味是抹茶口味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碳水阻蛋劑 雖然說我不知道買它到底要幹嘛 應該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那天要吃大餐 然後需要攝取過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又不想被吸收 這個就是可以拿來當預防一下 那第一箱就是這樣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箱 第二箱是今天收到的 這箱我還完全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還沒開過 一包一包來 這是加購的 這個是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巧克力口味 因為它是加購的 其實我覺得這種分裝包啊 出門的時候大家也買 然後加購價只要11塊 所以就是為了方便 所以我選擇 這包加購的就是一樣東西 這個口味 再來是包蛋白 這個是北海道牛奶口味 我大概被包蛋白淹沒 那下一包 這個超特別的 它是肉桂捲口味的 哇 聽起來就很好吃 一定很好吃 要不要彩到雷 拜託 如果這一整包很雷 我一定會喝不完 我自己去 大包的 這是什麼 叫做Ice Latte Ice Latte 冰拿鐵 這個口味我本來就已經喝過了 但是因為我非常喜歡 所以這一次 唯一有一些喝過的口味就是這個 因為我喝過很喜歡 所以我就直接選大包裝 大包裝是2.5公斤的 好 最後一樣東西 空了空了空了 最後一樣東西 這個是 什麼意思 綜合維他命軟糖 但是 它看起來不是很正常 看起來全部都融化了耶 這個是合理的嗎 好 我先打開它好了 它有封口啦 封口 所以說它應該不會壞掉 可是 這感覺就是太 運送過程中太熱了 然後水裡就融化了 我先打開 我應該也是每天吃吧 反正我就先打開了 我先吃一顆 它是送的 這個東西是滿額正 可是它看起來就是很不合理耶 打開之後 我就直接拿出 拿一個來吃好了 嗯 嗯 吃滿好吃啦 吃滿好吃 可是就是長得很怪而已 好啦 送的嘛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要拆封 所有的高蛋白 然後適合講我今天的心得 到底這個口味值不值得買 第一個 從哪邊來好了 就從這個加滿個正拿好了 好 慢兒正 到底給不給力咧 我們從黑糖奶茶 馬上就來試喝第一個口味 黑糖奶茶 好 咦 好像還可以耶 吃好喝的 可以 這個口味可以 我們這次的標準就是 下次我還會不會買 如果會的話 就代表它這次通過 如果不會的話 就是代表不及格 不推薦 這口味可以 有人跟我說 有人跟我說他買過 然後他覺得很甜 不會我覺得還好 滿好喝的 如果說你真的非常怕甜的話 微微的偏甜 的確是 但是很可以啊 可以 這很好喝 我已經喝過 十幾 十幾種口味 這個口味算是排在滿前面的 黑糖奶茶口味 給過 來下一個口味是 天然巧克力 讓我們來直接 一樣 全部拆封 感覺很像什麼高蛋白試喝大會 我剛運動完啦 我原本運動完之後就是會喝高蛋白 但是因為我今天要試非常多的口味 我今天的份還沒有喝 所以就是剛好 來嘗試每一個口味 我覺得我等一下會很飽 來 巧克力 我非常喜歡巧克力口味 我在我接觸到賣protein以前 我買其他牌子 我基本上都是選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 不太會踩到地雷 我印象中它在官方網站裡面 巧克力就有分好幾種 它有什麼柔滑巧克力 然後 天然巧克力 然後還有什麼 薄荷白巧克力 之類的 馬上來試喝了 很普通耶 就是一個安全 很安全的口味 但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喜歡巧克力的人 所以 下次還會買嗎 好難選 好難選 我覺得它很普通 我很喜歡巧克力 可是它很普通 好 我下次可能會嘗試別的巧克力口味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欸 那剛剛算到底有沒有通過啊 我既然說要買別的 所以它算沒通過好了 來 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口味 我看一下喔 我看 應該是肉味覺 完蛋了 我覺得完蛋了 其實沒有喝過高蛋白的人啊 然後突然接觸到高蛋白 然後我們都說好喝 他覺得很難喝 為什麼呢 因為高蛋白本身就是一個很難喝的東西 我們是為了方便便宜 我們才喝它 就跟我不可能每天都吃很多雞胸肉一樣 那一定非常非常的膩 所以有高蛋白的出現呢 就讓我們有更多的口味可以選擇 然後可以去有更豐富的方式 可以去攝取到蛋白質 所以你要說這真的是 像飛天燉地的好喝 也不太可能 因為它就是一個健康的禮品 你也知道健康養生跟好吃 有時候是沒有正常管的 來下一個口味 這個口味 聞起來很累 完蛋了完蛋了 它聞起來鹹鹹的 肉桂捲肉桂捲 拜託 拜託好喝 我先不要裝太多 我覺得我有回憶 好可怕 來 它聞起來有一個 鹹酥雞加 這味道似曾相似 它真的有點像鹹酥雞 我要喝了 我要喝了 好緊張喔 肉桂捲 在哪裡 我喝不出來耶 它就是一個甜甜的味道 然後 沒有肉桂捲的味道啊 非常非常的淡 它在很後面很後面 呃 基本上是在呼吸的感覺上 才會有肉桂捲的感覺 這感覺像是你在喝原味乳清 然後旁邊有人在烤肉桂捲 所以就是 它離我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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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非常空間感的味道 就是 那個味道離很遠 在很後面很後面很後面 但你不能說它沒有 好 不及格不行 這個不行 不給過 好繼續 我們下一個 這個是北海道牛奶 北海道牛奶呢 基本上我買的時候 我已經答應要送我姑姑了 所以我這一包沒有辦法拆封 朋友是推薦的 但我也相信它應該是好喝的 所以說我必須要跳過這個口味 因為它已經被我當禮物送出去了 下一個口味了 這個是冰拿鐵 冰拿鐵我已經喝過了啦 但我還是可以拆封一下再喝一次 全部都拆封 因為我這次要就是 把它分裝出來送給大家 它喝起來真的是有點像三合一咖啡 已經覺得好喝了 所以泡起來就非常開心 嗯 等一下睡不著 現在已經晚上 一點整了 半夜一點然後還在喝咖啡 我一定跟你說我下次還會買 因為我就已經 非常放心的買了2.5公斤 其實如果 你買到不好喝的口味 光是一公斤你都會喝得很痛苦 所以我直接 非常有勇氣的買大包裝 就是因為 我喝過本來就覺得很好喝 好來下一個 前面都是乳清蛋白 但只有這一包是蒸汽蛋白 蒸汽蛋白粉呢 也很多人說它是高熱量蛋白 因為它裡面含量比較多的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也一樣足夠 當然額外的再添加了碳水化合物進去 然後讓你在珍重的過程中 你變得比較輕鬆 你不用再吃這麼大量食物 好 那我們來試喝這個口味 這個口味我已經開過了 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它很好喝 它喝起來非常的像什麼燕麥飲 什麼五穀飲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喝 我要給它也是很高的評價 可以可以可以加一個口味 也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口味 來 這個是豐糖口味 我們一樣知道三分之一匙 加水 聞起來很甜 怕甜的人一定不推薦 不行耶 它聞起來就很臭耶 它聞起來很可怕 完蛋了 我知道今天的地雷是誰了 很甜很甜 我就再講一下 很好 我在第一時間 我就後悔了 我一定可以贊死它了 曲曲風頭 我真的可以輸 不行 我痛心了 不行不行 今天的地雷 完全不行 千萬不要買 它超級超級像感冒糖漿 它非常的甜 然後味道很萌 然後就很 很噁心 我好後悔喔 不行不行 還是不行第二口還是難喝 啊像這種 柴油地雷 像這種柴油地雷 這一公斤都要喝很久 因為真的太難喝了 好我們今天高蛋白口味的適合呢 就到這裡結束 嘴巴都這麼瘋糖的味道 好噁 等一下再喝一口水 我們來回到剛剛有說很好喝這個 這個雞酸 雞酸的來源是什麼 它也是萃取於所有的天然食物 所以就是包含肉類啊 裡面都含有雞酸 但是我們要透過攝取肉類 得到這麼足量的雞酸呢 其實是非常不夠的 所以 額外補充雞酸可以增加 運動的表現 我剛剛說它顏色非常的藍 我來泡給大家看 一小時 這口味非常好喝 我選的是藍莓 然後我朋友選 熱帶水果 它也是非常推薦 我來泡一下 這個杯子看不出顏色 我去換一個杯子 讓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顏色看起來非常可怕 這樣看得到嗎 拿起鏡頭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藍 它超級 顏色超級藍的 看起來就很可怕 可是 又很好喝 好了 我們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決定要把它分裝出來 當作獎品送給大家 所以我要抽出六名觀眾 每個觀眾可以獲得兩種口味 獨樂樂不如重樂樂 反正我也喝不完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如果你有喜歡什麼口味 你也喝過什麼口味 很好喝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祝福大家都可以擁有 夢寐以求的身材 那我們下集見啦 掰掰 阿對了 記得開啟小鈴鐺 掰掰